今天這一場是11點20的 現在要準時開始囉 那今天這一場是由LINE台灣的技術傳教師 Ninja Lin帶來的寶可夢苦難日 結局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爬不上大師啊 然後Ninja Lin的話 他對於開源貢獻有很大的熱忱 並且喜歡想出一些 對於Engineering ecosystem的新點子 然後我們也歡迎現在參與的各位與會者 在Costco的共筆上記下您對這場演講的筆記 然後共筆的位置是在官網一層表的一層內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歡迎Ninja Lin囉 好 喂 喂 OK 好 那大家好 我有 應該有聲音吧 好 那我是忍者 那基本上如果在這附近叫忍者 如果叫的都有人轉頭的話應該就是我 對 然後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是 寶可夢苦難日嘛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我年初就是我們公司在辦研討會 那時候因為適逢過年嘛 然後過年有一整週時間 然後我在做那個就研討會我就覺得壓力三大 然後坐在一半的時候我就想說 欸 竟然都在過年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寶可夢都在打排位賽 就是如果有在玩遊戲就知道打排位賽 有時候光搜 就是玩遊戲要搜集這些資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尤其是寶可夢已經這種歷久不衰 連筆掉都已經那個都回家了 對 他歷經了二十五六年才終於回到小資的身邊 對 大家說寧可相信那個殘盤森林也不要相信那男人的嘴 對 好 那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這個過年期間做的東西 那 講是寶可夢啦 其實就是我自己的苦難日 就是我在這個中間做了一些很多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蠻多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 我是忍者 那我主要就在Line台灣工作 那 負責技術傳教的部分 但今天 主角不是我 主角是寶可夢 所以 好 我們就趕快進下一頁 好 首先 呃 講這個功能之前 就是我這個SIVE PROJECT到底要做什麼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主要功能大概分為幾類 然後後面會再跟大家說 欸 依照這幾類我大概 遇到了些哪些問題這樣子 好 那 主要功能 有 我 呃 我做這三個功能 最主要的 第一個就是搜尋寶可夢 那 寶可夢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一般都打中文嘛 我們就打 欸 自爆 磁怪 皮卡丘 噴火龍 什麼 捷尼怪 捷尼怪 活恐龍 噴火龍什麼 一到 一到一千 像好像已經一千個寶可夢了 所以我根本記不起來 然後 接下來就可以搜尋細節 也就是說 我們在打比賽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收集這些資訊嘛 那 我想要知道 欸 這隻叫自爆磁怪的寶可夢 那它有什麼特性呢 然後 它在 我們在打比賽的時候 大概都用哪些技能 等等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可以搜尋模擬器 因為 寶可夢裡面有一個東西叫Pokemon Showdown 所以 它是一個 就是可以即時去對戰的平台 那其實它有很多的API 對 好 那這就是我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在上面模擬啦 所以我就會希望去穿它API來看一下我的回放 甚至我可以看一下不同人的回放這樣子 好 然後 呃 當然還有其他的 因為現在 AI 陣喉嘛 所以我們都叫Prompt 所以 針對我的 AI 我也叫Prompt 那 裡面當然就是可以找一些 TOP 就是 最多人使用的寶可夢 這個 就是一個叫什麼 嗯 對 就是我們 在組寶可夢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欸 現在大家要流行什麼 我加入這個地方 其實最 最多這個問題 然後 有些時候我們根本記不起來 現在什麼 什麼 又有妖精系 龍系 兵系 火系 草系 格鬥系 地面 岩石 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誰 誰克誰 所以 在我這裡你也可以找到 呃 這個屬性表 然後 最後 呃 有一個秀 秀圈圈圈 就是我可以在裡面去包 去找這個 Showdown 裡面的模擬器的 呃 指定用戶 對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在看高手的比賽 然後最後就是 我有一個 Generate Image 就是 畫面如下 就是 欸 我 我們光打寶可夢三個字 相信大家手機裡面都會出現不同的寶 對 你到底是寶貝的寶 保護的寶 還是吃寶的寶 寶可夢有 有很多種 那 呃 避免我的用戶有時候會跟我打一個 忍者靈這樣子 那 有時候就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這就是穿OpenAI 會出現的一個小內容 那其實我就是 我就是拿來做這個 算是 Error Handling 的方式 對 也避免我們的用戶 在我的這個 communication 的過程是 就失蹤了 然後他就回不去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 比較 呃 景異的一個流程圖 就是我們用戶從 欸 有那個綠色可能有一點看不到 但沒關係 就是 用戶會從就是左上角開始移動 然後進這個 Mobile 那其實過程中就是 呃 我在這個 Live Bar 裡面 對 唉呦 我好像忘了說 他是一個 Live Bar 機器人 對 那在這個 Live Bar 裡面會有很多 Fresh Message 但 我裡面看 看 呃 看中間那邊看似很多資訊啊 其實這每個資訊都是可以有 Link 可以點下去的 所以 從這個 Button 不管點下去 我可以看到 下面的這個 就是 這個 replay 那我也可以看到 有時候我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做氣勢批帶 什麼叫做 唉呦 你怎麼這樣子 唉呦 是叫我不要動他嗎 欸不然你不要緊張 欸 欸他緊張了 等他一下喔 各位動一下 對 對對對 沒關係 嘿 我把它插回去 希望你可以回來 唉 回來了 水啊 我 我最會這種東西了 啊 按錯 這 這個嗎 哪一個 對 我先把它關掉 這個 然後畫布 沒關係 好 在這個debug的過程中 我們 唉呦 變全螢幕了真棒 剛剛只有半個 好 那 感謝 我不要動滑鼠了 滑鼠可怕 好 那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比較粗略的流程組 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在做Linebug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做很多的 這種導流的方式 一路去 那個 該怎麼說 就是去 讓用戶可以在一個 同樣的回圈去做 避免他 按一按就 唉呦 不知道你要幹嘛就跑了 好 那 回到重點 為什麼我要做這隻寶可夢 我都不知道我現在要講什麼東西 好 然後 為什麼要做 做他嗎 第一個問題 我們在做side project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都沒有預算 就是 相信大家 就是 你在做不管我 像我昨天有在 GDG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 你要花你的魔法小卡在 cloud上面嗎 一個月二十塊 看似不多 但是我買一雙球鞋 可能要三千塊 我倒 我倒是沒什麼問題 對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我找到一個叫Picallitus的地方 但是他的APP 做得很棒 但他要錢 對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所以之後 我就用很暴力的方式 我就把他爬下來 既然錢不能解決的事情 那就出動人力 第二個東西 就是這個showdown的API 那他做了一個很完整的東西 就是 你不管從XY版 什麼日月 黑白版 然後到珍珠鑽石 然後 劍盾 到現在是 珠子 所有的寶可夢的 所有狀態都在這裡面 但 我們在做來把的時候 基本上 就是我們都是自己的用戶 所以 你當這個call API 來來回回 這麼久的時候 其實 我光按下去 連我自己都不想用的 何況是別人 所以 最後我就 去找了一個 有人去 那個 有一個叫 那個 Poke Poke 52 的一個Wiki 就是一個 寶可夢的 維基百科裡面去 把他爬成seagullite 那這就是 我覺得 因為寶可夢 這一錢之基本上 這一兩年內都不會再變了啦 所以如果有變 我再去爬他 再把那個seagullite抓下來 這樣子 那 這個問題就是 來自於說 我要 你剛剛光這兩個網站 我就要看很多東西 其實你還有官網啊 然後還有各大論壇 也許 巴哈姆特 你什麼都要看 這個就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所以 我覺得 東翻西草實在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乾脆把它 做成一隻Lightbot 那在這裡面 像我要找快龍 也可以有一個東西 那下面有很多的隊友 或者是他都配什麼 因為那時候快龍實在是太變態了 這隻角色 對 他真的是從第一代活到 現在是第十幾代嗎 我也忘了 就是 對 就真的是 真的是很強 光神速就把我打爆了 好 有效的就一定是有在玩寶可夢 好 然後我常常會記錯名字 就光快龍 魔幻假面 妙妙妙 種種 對 我這個東西你永遠都會打錯字 就是 你 沒辦法預期用或是什麼 而且 現在光輸入法 你用IOS 用Android 用Mac 用Windows 全部都會出現不一樣 那如果你記錯名字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只好 既然OpenAI這麼紅 我就乾脆送他一張圖 這個就是OpenAI 認為的皮卡丘長的樣子 哈哈 那這就是妙蛙種種 他就應該是看到蛙啦 所以他畫了一隻青蛙這樣子 那時候就走一個樹苗風 然後 好 最後就決定搞一隻Light Bar來使用 對 好 欸 海王金怎麼跑到下面呢 好 這 然後在這個當中 我遇到了一個突發事件 就是 我們 前一陣子 因為我們是日本 就是 我們有日本的 就是母公司嘛 所以 那時候就有一個問題是 他們黃金周 他們黃金周之後有一個Demo Day 我就 我就自己 那手癢 就跑去報名 就人家有大概快七天的工作時間 我卻只有兩天的工作時間 那因為為了要Demo給日本人看 我就要在兩天內支援日音中 對 這就是覺得很痛苦 然後這個就是我當時的寫照 好 50音在那邊 然後 這是我的週末 然後 我就是那隻木木小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 我要怎麼完成這個50音 我根本連50音的片假名都還沒背完 還有評假名 好 就是 好 但是突如其他的我終於完成了這件事情 就是我很努力的做完這件事情 好 他可以支援三個語言 然後連名字都把它換掉 我光寫一堆衣服判斷事 我就快 快掛了 那我是怎麼做到這個東西呢 沒錯 就是你認知的那一位 你知我知那個綠色圈圈的那個東西 我透過他幫我生成的這些 就是 他的那個 那叫什麼 呃 那個叫Unicom嗎 我忘了 對 就是他的編碼順序 從0到1的那個地方 所以就A到Z 大寫A到Z 小寫A到Z 空白什麼 就請他幫我 欸請坐請坐 不用客氣 對 那我就是做 寫一個簡單class 然後去 去判斷這件事情 所以 當我只要Match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直接往下丟 所以 我就可以在兩週內去支援那個 這叫什麼 日文 那反正 然後後來我日本同事也很變態 就寫了一堆IOS App 就是 大家真的是 很愛玩這些寶可夢啊 好 然後 呃 這個插曲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在 就是你想要做一些side project的時候 我覺得 你可以 我覺得在寶可夢這個生態系 其實做的蠻完整的 你可以 拿 他很多的API 去用 那你看像那個 阿外噴火龍欸 就是 就是有 就是噴火龍 這張圖片 的東西 他就是從那個 Imagine裡面去拿到的 有人把它放在那個 Github裡面 所以 呃在這個生態系 就是寶可夢那麼可愛 但是 呃下面還有很多API 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也很推薦大家去 找資料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做side project 來測試 你就可以來使用看看 對 好 欸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太快 好像有點快了一些 但沒關係 我來跟大家講一些 因為 在這議程當中 我有 跟大家介紹說 呃可能會 提供一些 Python的小工具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也是我在 開發的過程中 呃就是 找找找 就 除了寫程式以外 那我還有一些 推薦的東西 可以推薦給大家 第一個叫 Ruff 那他是一個由 Ruff去寫的一個 對於 Python Lint 的一個 蠻好的東西 那下面這張圖 是他號稱的啦 那 詳細 呃 但我自己實裝起來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蠻快 而且他可以 針對你在 precommitt的時候 要做哪些事情 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 有些時候 我們 因為會有團隊合作 那算說我只是一個藝人團隊 那 我們其實可以 串github action 在github action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去 跑這些東西 過去我都是 跑這個flag bar 那這個 我不認識他 那我知道 這其他的東西 我記得都還蠻慢的 所以我就 沒有做這些 測試 但 我過往都用flag bar 在github action 在跑CSO 我就去做 那 他就是可以做一些 Lint的東西嘛 那 而且 再更暴力一點 你可以在VS code裡面 哼 在VS code裡面 去做這件事情 哎呀 我會噴火龍 我會噴火龍耶 你躲了 你也把我沖不去 對 如果有看過這個影片 應該是覺得尷尬 唉唷 換一條嗎 這個換 好 沒關係 他還來幫我拖時間 好 然後我繼續講 那個 唉唷 連字都不見 好 這個autofix的部分 所以 等一下下面也會有一張 同影片跟大家說明 就是 他 他可以在你VS code 在下指令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你 像我們那個很多時候 import啊 或者是 各種東西其實都會不 就是 蛤 欸他卡住了 欸 訊號交給你喬一下 不管啦 有這個畫面就好了 對 那 在autofix的部分 就是我們常 如果最近大家 開始寫python 有做一些type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們很常會 現在type screen那麼紅 python3.10之後 基本上也很支援很多 性別定義 但我們很多時候 什麼option int 什麼 一堆type 你根本就沒有用到 就是我寫python 我就是喜歡 隨便啦 就是 可以用就好了啦 幹嘛管那麼多 autofix 它其實就會直接 幫你把那個 那個 臉畫面都不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autofix的部分 就可以幫你把那個 東西都直接移掉 那 這個基本上來說 你就可以 那個叫什麼 我現在要通靈 我想一下我剛剛要講什麼 就是 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這就是蠻棒的 啊我的下一頁是什麼 Panatic OK 沒事 你先把它秀上去 沒有沒有 先轉上去 沒關係 畫面有出來就好 然後 最後就是在 python這個環境上 基本上 我們寫 tilescript 呃寫note.js 我們基本上就喜歡 陀峰式嘛 然後寫 python 你就會 class name就是陀峰式 但是你的平常命名都是 有那個底線的 好 就是有那個底線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可以讓大家比較針對 可以在這個環境中去 去 我快接不下話了 哈哈哈哈 我 好 等一下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 好 其實下面還有 欸 下面還有一個影片可以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那個 怎麼了 沒問題 好 這機器真的是越來越狠了 哈哈 好 沒關係 那 基本上 好 回過頭來 在做這個寶可夢的 東西的過程中 其實 我就會在這 開發過程 我就會去發現有超多的工具 因為我們平常不管 像現在都用 TrackGPT OpenAI碼 我們就 去 我光要寫個class 寫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後來其實發現一個 超棒的東西 就是 我們寫python 就什麼型別定義都不要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段 coopy起來 丟給TrackGPT 說來 你幫我把 行別定義加上去 然後最後推到 GitHub上去 哇 看起來超漂亮的 就是 你的GitHub點進去 全部都有Type 大家就是 如果你點進去 有GitHub 我就說 哇 這個人看起來好像很厲害耶 就是 連行別定義什麼都做完了 沒有 那個都缺GitHub幫我生的 因為 寫python 哪有人在寫行別定義的 對不對 這個個人的 簡介啦 沒有就是 我 如果你有宗教戰爭 你去寫他的script 對不對 我覺得 後來到3點10之後 我覺得也是很痛苦 光那個 冒號ST 你跑下去 你也不會編譯啊 你也不會做任何東西 我寫這個東西要幹嘛 就是 我知道他是自傳教 反正推上去 幫我再說嘛 我們東西賣不出去 什麼都沒有用 欸 水啊 看來 身為一個技術傳教師 也是蠻會唬爛的 好 就 欸 你看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他幫我生出來的 都不是我一個一個寫的 好 那這邊跟大家 demo一個小影片 就是Ruff這個東西啊 他可以去 做一個Auto fix的東西 欸 動作好像有點太快 就是他幫我去 Fix剛剛上面的那一個 再一次 對 上面我原本有那個 Dictionary跟其他東西嘛 那 在這裡面的行別定義 我就去 把它移除掉 那因為我 我在這個框架 我那時候就嘗試用Fax API 但是他 他用Pydentic的這個套件 去做行別定義 所以也 迫使我不得不去做這件事情啦 那 那 在Python裡面寫 新別定義證是一件很痛苦的東西 光看這個Field啊 然後 INT Fault 我就覺得 唉 還是不要寫好了 對 哈哈哈哈 對 個人的潛艦啊 潛艦 然後 雖然說 我當時在一開始 我本來是 想要架在Hiroku上面 就是我可以用PostgreSQL 但後來我發現一個更棒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 Sequel Lite 人家幫我寫完的Sequel Lite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一個不會變的東西 那 在這裡可以推薦大家做一個 有一個 叫Test Container 如果你們在 自己的Site Project 或個人專案上 你有要用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呃 更正 你要做測試的時候 你要去 對Sequel去做東西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會直接把它擋住 就說 唉 我假設我回傳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可是 很多時候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光Init那一段 就爆了 你光進Postgre 進MySQL就 有 你可能寫的邏輯就有問題 所以你在做Test Container的時候 你可以 就是你在跑測試的時候 你是可以真的對這些資料庫去動手腳 你可能要insert 你要insert CRUD 就是 做資料庫的CRUD 基本上它都可以直接對你做下去 也就可以驗證你的程式的整個 Integration的Test 或者是 針對這個Function的Test 都可以直接做更完整的測試 那 就我們就不用mark data 假裝我現在好像什麼都很好過 然後上線的時候 老闆都問你說為什麼資料不見了 然後你也沒辦法跟他解釋 比如說沒有啊 不知道啊 那個人家弄掉了吧 還是我們的後端自己把我刪掉了 對 然後它有另一個好處 因為既然是Test Container 它基本上就是 可以在Dark裡面執行 也就是說 在環境隔離之後 我在測試的時候 我不會因為 呃 不會因為我 對我原本的DB 去動的手腳 或者是index不一樣 不小心刪到別人的資料 對真實或Beta都不太行嘛 所以 我在run這個測試的時候 它會在Dark裡面起一個Container 然後就直接把它 變出來 然後就可以去做這些東西 那我個人是覺得它滿省空間的啦 雖然說我們 我們在 提倡用Dark這件 呃 更正 我們用Dark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就沒有打算省空間了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胖的東西 那 它在騎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 在 這個 呃 Test Container下 我記得支援Java Python NodeJS 好像 這三個都有支援 然後 我覺得普遍都有支援啦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做 很多的測試的時候 也推薦去使用它 來做 好 這個是我當初寫的文章 如果你對於Test Content想要 更了解一些細節 可以參考看看 但這個已經有點過時了一些些 一咪咪 對 歡迎大家參考一下 對 我部落格也需要一些流量 好 最後帶給大家一些部署的意見 呃小建議 那 這個是我昨天的簡報 我就只能用到今天啊 對 那我們在做一些side project的時候 我們就 需要去部署我們的東西嘛 那 過往我們都部署在自己機器上 也是蠻痛苦的 所以 我們 從我過去我都部署在Hiroku上面 可是最近它需要收租金了 但是一定要一個月要付 不知道幾美金 那 我就是堅持不付 對 好 然後 接下來 就是 很多人都會跟我推薦說 可以用Fly.io或Vercel 但是我記得 好像針對React 好像比較 支援度比較高的樣子 所以 呃 它應該還是都支援啦 所以我還是就 不使用它 但 我最後是選擇Firebase跟 那個 GCP 因為它 它真的可以讓我一鍵部署 就很快就上去 而且 中文範例很多 然後我也可以去社群問 那 Fly.io跟Vercel 你如果有去貼 PO過文 看一下 它 出了什麼Bug 你可以等看看一個禮拜 會不會有人毀你 哈哈 沒有啦 這是我的 對於社群的觀察前見 那它的 呃 GCP的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地方是 它可以去 就是針對你的GitHub repo去 監聽 如果你有去 針對你的Main branch 去做更動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 把 就是 更動的東西就直接 Deploy上去 也就是說 你不用每次在那邊下那個 推上去 就是 Git 不用下 G Cloud Deploy 等等的東西 你只要這樣子綁定 當每次 你的 GitHub 只要發生的事件 它就會被 那個 它就會被監禁到 就會被部署上去 那這裡就有兩個選項 我們可以用Dock 或者是用下面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語系 那它用的語系 那它用的語系 就是用一個叫 Build Pack 的一個東西 它去偵測你的語言 那個人 呃 個人的經驗來說 我們覺得 東西還是寫個Dock file 可能比較好啦 因為 畢竟Dock 它就是一個容器 它不管你裡面是什麼 反正它會把它變起來這樣子 好 那它這就是一個Build的過程 我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 最後一部分 就是 我們都講這個是苦難的啊 那前面你都在講 你做的多棒 做的什麼 然後 那我真的爬的上去嗎 對 好 這個是我在 就是 級別對戰 好像第二屆第三屆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運用了 就是 過年嘛 然後 我就很閒 對 我就是不想做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一直爬爬爬 然後 終於爬到 3000米以內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對 這是當時的我 但現在的我已經 只掉到超級球等級 這 神獸越來越多了 發現 哇 你又是海王金 又是 帝亞魯卡 又是什麼有的沒的 我真的是爬不上去了 這是賽季 可是我記得現在好像 賽季 七來八了 好 那 最後的 推薦大家一下就是 如果說 你要去做 就是你針對一個領域 你想要玩一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 我這個叫遊戲驅動開發 這就是 推坑自己去 那個叫什麼 做 做 這種 這種 這種說 對賽季的一個 做 做一個新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來 明年的這時候 說不定也可以來 Costcover去講個 東西 然後 我覺得在這裡整理幾點 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 首先 我們找資料很重要 你不管你有爬蟲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寫Sequel也好 那 我覺得 找大家 找民間 有用好的Sequel Lite 還是比較方便一些 那 最後 因為我需要 呃 去這三個 呃 有 在這個Sequel Lite 因為它是 就是 對岸的 朋友寫的 對 那它是簡中的東西 所以我需要做簡中 繁中跟英文 那最好還搞了一個日文進來 要去做美品這件事情 然後 我在這過程也去 針對 Gcloud的部署 其實做了蠻多的東西 那 後面很多東西就是 像 OpenAI也就是 今年 很火紅嘛 所以我就把它倒進去 去 其實也是做一個蠻好玩的東西 那 右上角歡迎大家試玩一下 就是 你丟丟看 那如果掛了 代表我的 我的call應該會壞掉 對 好 有人在掃描 沒問題 好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的支持 如果有一顆星星 不然讓它破10顆星星也不錯 對 好 那我們先往下 最後我們 但是 回過頭來 我覺得還是把心力花在對的地方 我現在已經釣到精靈球等級了 你是最低的 我連打都不打了 就是 我覺得 遊戲還是好好玩啦 你千萬不要每次 把 玩一個遊戲還跑去寫這些call 你寫完這些call 你可能都已經可以爬到 前 前面100坪了吧 對 所以我現在 我就轉 轉去玩那個快打旋風 我就不玩寶可夢了 沒錯 這個就是 這個下面做的那個大絕道就是我 然後上面那個就是寶可夢 我不玩它了 對 這個就是第二個畫面 就是 不要玩了 就是我們玩其他遊戲 把你的能力放在對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寫 好 這個是我的一些小潛艦 好 那我的演講大概到這邊 如果你對於 呃 這個還是官宣一下 如果你對我們的相關 東西有興趣 以及我昨天也有寫一篇文章 在我們的部落格最右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一下 對 好 那以上 欸 沒關係 好 最後就是thank you夜而已 沒關係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請問有人會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我們可以來合照一張 可以 身為一個很想紅的人類 我們可以拍張照嗎 可以從那邊拍嗎 拜託求求你 欸大家看那邊 對 感謝 可以開廣角鏡了 可以把它縮 縮小 好 欸等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來詢問喔 哎呀 這是多災多難的一場演講 明顯一點嗎 夠明顯了嗎 明顯一點嗎 夠明顯了嗎 好一張就好 不要給大家太多壓力 好 感謝各位 好那 那 請問 沒關係 那就 目前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跟講者交流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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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